iPhone 12系列知不支持5G功能是很多人關心的話題 現在看來其他大多數手機廠商都已經推出了支持5G功能產品 但蘋果首款支持5G的iPhone一定是很多人在期待的 現在蘋果公司尚未宣布核實正式發布5G iPhone 但有報告顯示,蘋果將至少在其2020年的iPhone機型中有支持5G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的全球世界對iPhone生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因此以前容易完成事情,現在可能變得不容易 尤其是對於支持5G功能的iPhone以及其他蘋果產品 來自一份報告表明,蘋果公司希望首款5GiPhone的天線是自己製造的 因為它對高通的天線尺寸不滿 但後來高通宣布了更小的天線後 隨後高通公司又推出了其最新的X60 5G調製解調器 我們認為它最終可能會成為iPhone5G內部的調製解調器 新的調製解調器使網絡能夠在更快的毫米波5G頻段 和SUB6頻段上聚合頻譜,而且覆蓋範圍更廣 關於5G,2020年蘋果將有四種型號iPhone12 他們可能都會提供額外單獨的5G版本 但現在還不能確定最終的結果 當然,從這些洩漏的傳聞來看 iPhone12系列似乎會有四個版本 包括一個5.10英寸、兩個6.1英寸和一個6.7英寸 兩個6.1英寸版本中其包含了標準版iPhone12和一部iPhone12 Pro 6.7英寸型號則是iPhone12 Pro Max 在5G產品裡有一種情況是 至少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將是支持5G功能的 而標準的iPhone12型號將仍然使用四季網絡 但這取決於蘋果公司在2020年推出的5G產品對市場的關照程度 另外一種情況是既有4G型號存在也有5G 蘋果可能會向用戶分別推出單獨的4G、5G版本 雖然這樣的可能性很低 但也不一定就說它的確不會出現 除了以上洩漏,現在又有最新的傳聞指出 iPhone12全系列將提供5G支持 基於A14芯片加高通X60基帶很輕鬆組合5G功能 並且四款產品會在價格上有一定的上漲 另外現在新的洩漏還有來自iPhone12的主板圖像 依據洩漏圖像顯示 全新的iPhone12系列依舊將採用標誌性的L型雙層主板設計 但與iPhone11系列相比明顯要更加細長 元器件的排布也更加緊湊 加長的主板一次得到了元器件的升級 而是加入了5G調製解調器 因為它們至少佔用一些空間 另外據說iPhone12系列在電池也有一定的升級 大小上將有一些變化 不排除電池面積變大來增加容量 使續航增強的可能性 因為5G功能的加入勢必會給續航帶來更大的考驗 何況iPhone的續航相對於同級別的 安卓陣營手機來說就是弱項 其他的變化四款產品均用流海設計 但這次流海佔用的空間更小 另外iPhone12型號機身採用了弧形鋁合金中框 而iPhone12 Pro的機身採用的是純屏不鏽鋼的中框 最主要它們搭載了性能更強 基於5nm工藝製程打造的i14處理器 此外iPhone12系列頂級產品還將加入後置四攝 它們分別是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 這兩款產品將配備後置三攝加一顆Leader激光掃描儀鏡頭 而另外兩款常規iPhone12則會配備後置雙攝 並且今年全系iPhone12都會使用OLED屏幕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